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镇爽的人设彻底的崩塌 落个一地鸡毛 从张恒走出但音的事件之后呢 镇爽的表现可以说相当没头脑 他依旧是需要爸爸妈妈来替他解决事情 而且自己呢则是毫无逐渐的 这一刻呢也算是给那些整天想着给自己孩子做主的父母们上了深深的一课 孩子成长的过程中的确是离不开父母的陪伴 但父母顶多只能是一个引路人 而不是意味着把自己的思想意见强加给孩子 对于一个被父母保护得极好的镇爽来说 出了这样的丑事 对他内心的打击显然是巨大的 甚至可以说是毁灭性的 被权威的官方点灵封杀 显日的获奖荣誉悉悉数被收回 被各个品牌商和剧组起诉赔偿等等 对于镇爽这个90后姑娘来说呢 毫无疑问在家一类起命是在这传播过的 从一个高高在上万人瞩目的公主 到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 这种巨大的落差显然会让镇爽的心理造成很大的疾病 正如所谓是心必只有心药一 网上一度传出了镇爽目前的状态极差 需要心理医生上门做心理辅导 当然对于镇爽的父母来说 女儿的健康目前才是最为重要的 毕竟前没了 事业没了 可以重新来过 而一旦人没了 那么真的就是彻底玩玩了 也许不让女儿再看到有关微博上的负面新闻 镇爽的账号和工作室的账号 几乎就把内容都删了个遍 就连头像也偷偷的换掉了 这一切显然又是其父的杰作了 这场如今的仇金如如是当年的范冰冰 将要面临到巨额的赔偿 有大咖博主粗略地计算了一下 这场大概是要面临高达9.2亿元的违约金 虽然说明星们的收入非常可观 但是一下子要拿出这么多钱 意识十分吃力的 豪宅套戏是目前最有效的手段之一 据起这场的豪宅装修奢侈 市场价位是1.5亿 但为了解决燃眉之急 第一市场2000万出手 而且明确表示要付款速度快 付款周期太久的客户不接受 别看平时郑爽是顶流小花 曾经围绕的他的朋友是很多的 不过出了这档子事之后 昔日姐妹朋友对他必而远之 这就是现实的娱乐圈 不过2月3号 网友报收了郑爽的最新情况 表示郑爽获得了圈中男闺蜜的顶礼支柱 居然慷慨地借钱给郑爽帮助其渡过难 而报料来只是导致该男性的姓马 此量一出 大家内心似乎都明白是谁了 马天宇是大家有目共睹 郑爽的圈中好友 而且他为人豪爽 心地又十分的善良 看到郑爽遭遇此难出手相救 也是清理之中的 郑爽曾经在节目中透露 当初想要在上海定居买房的时候 还向马天宇借钱 结果对方二话没说 两分钟就把拘款给打过来了 最难得的是 马天宇居然从来都没有催过还钱 这样的好友去哪里找 俗话说患难见真情 这句话形容郑爽和马天宇的关系 再适合不过了 马天宇出道多年 在娱乐圈的口碑甚好 他善良情分不服输的精神值得人学习 网友对他的评价也是相当高的 由今正爽待遇妻子的事件 已经到一段落了 但是大家对于正常的去向 还是相当的关注的 有人说他回老家开点茶店了 有人说他正在筹划 以网红的身份付出 不过这些都只是一个传说而已 一代当红流量女主 如今流落了这个下场 真的是令人唏嘘不已 不管怎样 对于正常而言 经此一议之后 也许才会真正的长大 虽然当不了明星 但是从头开始做一个普通人 又有何不可能 吃瓜不停 娱乐不断 感谢大家关注缤纷娱乐宿 如果你喜欢我们频道的话 请给出您宝贵的赞 并且记得订阅我们同时 不要忘记了点亮 订阅右边的小铃铛 这样就可以在第一时间 收到我们的频道内容啦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拜拜